在国内赚钱国外花的央视主播 有人执意要在美国下葬 第一位 董卿 当初的央视一姐也曾赴美生子 董卿说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 但孩子一出生就有了美国国籍 这让诸多网友感到十分愤怒 第二位 倪平 倪平儿子因患上了先天性怀内障 倪平不得已从央视离职带孩子去美国治疗 这十年倪平在国内挣的钱 全都花在给儿子看病上了 第三位 李勇 李勇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选择了离职 带着全家前往美国定居 这一举动也遭到了许多网友的漫网 后来才知道李勇为了治疗癌症才去美国 而李勇去世后也葬在了美国 第四位 杨兰 何兆忠祥主持的正大综艺在国内家喻不晓 三年半后杨兰辞去工作远赴美国深造 在美国期间杨兰生下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第五位 李嘉年 搭档王小鸭主持的开心词典反响几号 甚至还被大家誉为李勇的接班人 但巅峰时期李嘉明辞去央视职务 独自一个人前往美国深造 回来的时候却发现在央视已没有一席之地 第六位 郎永存 郎永存在央视兢兢业业二十年 但郎永存却提出离职走上经商之路 还把妻子和儿子全都送往了美国 据说是因为为了给妻子治病 但网上却指责他国内挣钱国外话 你觉得哪位央视主播最过分呢